社区工商方面,中国著名高产剧作家胡丽荣女士为宣传其即将在8月开拍的电视剧《飘扬过海嫁给你》,日前在洛杉矶接受了媒体访问。 中国剧作家胡丽荣女士笔名乔楚,从1月20余年胡丽荣出版书籍23本,剧本7部,总字数超过千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产剧作家。 2017年,他将推出《飘扬过海嫁给你,孔雀女遇到凤凰男》两部作品。 《飘扬过海嫁给你》讲述的是跨国婚姻的悲喜故事,并计划在西雅图和温哥华取景,故事融合真实事件,讲述了跨国恋,留学生活,假结婚等目前大约的话题。 因为可能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了解外面的社会,了解外面的别的国家是怎么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而且会越来越感兴趣。 当你把这些东西作为故事呈现的话,可以更加加深大家对这些地方的了解。 胡立荣在美经纪人,中美企业峰会主席沈群表示,胡立荣不但是高产剧作家,身价也已经超过了奥斯卡最佳编剧。 他介绍说,美国普通编剧行业的年薪在13万左右,获得奥斯卡等知名奖项的编剧身价在税前100万起谈,而胡立荣的身价则在税后680万起。 我们确实汇集了一大批包括编剧导演制片人在内的影视剧的主创人员,我相信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会出现一个持续的繁荣。 那我希望在这个繁荣中呢,有我们贡献的一份力量。 据了解,飘洋过海嫁给你目前投资预算一达1亿人民币,会请到国内一线演员,并在一线电视台播出。 本剧将在今年8月在北美开拍,预计2017年底完成,明年初播出。 凤凰卫视,陆梦,张池,洛杉矶报道。